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青春的问题 也谈到了像小月月在前方的解说的这样的话题 也恭喜刚才这位网友能够获得这样一份礼品 祝愿你能够和中国女排一样 奋勇拼搏 永不言败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F组的战况 今天各个组呢 两个组其实都进行了一些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战况 昨天的比赛其实我们已经都看到了 3比0 3比1 3比2 3比1 四场比赛 意大利还是战胜了俄罗斯 所以把俄罗斯逼到了一个生死大战的这样的边缘 而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有意思 意大利又3比1战胜了美国 那现在美国其实相对于俄罗斯来说更有一些优势 那小葵要跟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同时碰到 就是面临选择 美国和俄罗斯 哪一个可能我们会更加容易一些 或者说更加愿意面对的对手 我觉得都一样吧 其实我觉得作为朗导来讲 他肯定不会去选择对手 因为他也曾经说过就是你做一个强队 就是什么样的对手你都要去面对他战胜他 我能够听出来 其实这蕴含着中国女排的某种底蕴在里面 就早打晚打都得打 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也在帮这个中国女排在选对手 列了很多种可能性 今天我们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 会跟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 但是所有的可能性 其实都不如刚才朗导说的这句话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对手 我们不用去挑对手 只需要做好自己 做到最好 我们就是冠军了 非常的有底气的这样一句话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现在两个组的排名 我们先来看中国队所在的这个组 F组的排名 昨天3比0战胜美国队之后 中国队现在和意大利队一样锁定了前六 但是由于在整个的胜负场上 中国队是少赢一场 意大利是九战全胜 所以现在排名第二 而基本上我们刚才算出来也已经锁定了第二 意大利队已经锁定了这个F组的第一名 中国队已经锁定了第二名 而第三名将在美国队和俄罗斯队展开 今天的这场比赛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的这场比赛 就是本组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队只要赢球俄罗斯队就被淘汰了 所以俄罗斯队必须要想办法获胜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得放手一搏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组 因为关系到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对手的一些情况 荷兰现在应该是24分 基本上应该是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的这样的位置 也锁定了前六 然后日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和中国队同时要进行一场比赛 他和巴西队打 如果我们刚才算了一下 这个赛制会非常的复杂 非常复杂 如果日本队是3比0或者3比1战胜巴西队的话 那么日本队将获得小组第二 也就是说在下一个阶段 不会碰到同样是小组第二的中国队 而如果日本队是3比2 2比3或者1比3 这样的三种情况的话 就是不管是3比2胜还是2比3 1比3负于巴西队 他们都将获得小组第三 也就不会碰上咱们现在这个小组的美国队 或者俄罗斯队 如果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情况 0比3日本队输给了巴西队 那么日本队直接出局 小葵来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日本队排名小组第二 第三和直接出局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队来说有多大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还是能战胜巴西队 因为现在日本队整个状态也不错 巴西队现在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自己最好状态调整出来 我觉得今天晚上巴西 日本胜巴西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所以日本队如果胜巴西分两种情况 就是3比0 3比1是一种 是小组第二 然后3比2是小组第三 那你觉得哪一种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 对对对 1要第3都有可能 没错 现在其实我们不光是要关心这场比赛 同时要关心日本和巴西的那场比赛 同时进行的一场比赛 其实腾讯体育也在为您直播 也欢迎大家来回调频道 来看一下我们下一阶段的对手 但还是那句话 就是不管遇到谁 中国女排都没在怕的 对 都没在怕的 所以呢 我们了解了这两个组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需要回顾一下 昨天那场比赛了 昨天那场比赛其实 可能用荡气回肠不太合适 因为它毕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激烈 但是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提示机 小灰会不会觉得 这是整个市井赛以来 我们说中国队一场比一场 打得好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昨天郎导也说了 说打了八场了 状态该出来 我觉得昨天那场球 就是全队都发挥了 很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 我能感觉到 这个中国女排 从小组赛的第一阶段 慢慢慢慢的这种状态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而昨天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队 战胜美国队 除了一个积分上的变化 还意味着什么呢 会不会对下一个阶段 美国队 如果跟咱们再分在一个组的话 会不会有士气上的 有 我觉得信心上 因为毕竟好像很多年 没有赢过美国 在三大赛上 没有赢过美国队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突破 对 我们之前 去年的时候 大冠军杯 我记得咱们俩 也是咱俩在说 中国队是三比一 战胜了美国队 剩下的好像基本上很少了 三大赛基本上没有过 三大赛就很少了 对 所以呢 现在 中国队和美国队的 这样一场比赛 对于 中国队的士气也好 对于中国队 现在的积分也好 其实都非常有比翼 那你觉得昨天在拼发球上 做得非常好 我们赛前预测 和狼岛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对 那今天你觉得要在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 今天我觉得俄罗斯队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比较高打 高举高打的队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在篮网上面要做好 刚才说 对 没错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篮网和高举高打 在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们前方的这个小月月和小甜甜 他们又给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小月好 好的 主持人好 小葵好 各位腾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现在呢 依然是在大阪的中央体育馆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在今天的中国队将迎来我们复赛阶段的最后一个对手 俄罗斯队 那么昨天呢 因为我们中国队可以说是 让大家都有点没有想到啊 以3比0这样的比分 战胜了美国队呢 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是提前出现进入到六强了 那么对于今天打俄罗斯队呢 无论输赢 其实对于中国队的出现已经是没有影响了 但是我想这场比赛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靠后阶段了 试官道 整个队伍的士气啊 包括你队伍的这个节奏的调配 我想中国队还是会立足去争胜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小月 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啊 提前我们已经进入六强 可能无关这个排名啊 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 这场球还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其实在碰俄罗斯之后啊 特别像这种大赛 我觉得是自信心的一个增长 其次呢就是因为在近几年 其实对俄罗斯的交手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我觉得对这种高大型的一个打法 其实对中国女排来讲 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有就是马上在进入六强后的一个比赛 非常的关键 在这种临大赛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对于中国女排来讲 也是需要一个一场比赛来进一步 昨天在猜后呢 我们采访郎导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们说到这个队伍的状态的问题 郎导说昨天已经是第八场了 该出状态了 所以我想对这个维持这个好状态啊 通过练和比赛 这两种手段来维持中国队 现在终于到达的一个良好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也是教练组肯定会考虑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到这个俄罗斯队呢 曾经也是这个风格非常鲜明的一支球队啊 这个高举高达 那么现在呢 因为它的这个高度下降 它也被迫要融入到这个世界的主流 然后要两边加快速度 那么小月你跟俄罗斯交手的这样的经验来看 你比较熟悉的是哪样一支队伍的俄罗斯队 首先我觉得在上一个周期 在我们礼乐周期的时候 我觉得俄罗斯非常明显 他们也想把整个的进攻的速度调快 特别是对于两边的拉开球 整个的战术体系在加速 但是其实效果来讲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我觉得在以前的俄罗斯女排来讲 其实还是高举高打的更多一些 他们的进攻的一些强攻 包括她的蓝宝还是具有很高的一些特色 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以快制高 这是我们比较拿手的一个本领啊 那么随着就是中国女排的高度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其实我们并不怕这种单纯 这已经高过俄罗斯队了 对 并不怕这种比较单纯的有高度的一些球队啊 那么另外我们还是回到你的本位了啊 因为你是这个二船出身 所以那么面对俄罗斯这样的风格呢 那么你也给我们的主二船丁霞 或者是计划二船摇底一些建议 那么二船手应该着重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首先打个子高的蓝网队员 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往常 那么在利用往常的同时呢 我们要打出快速多变的一些战术 包括我们的复攻23号位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主攻的一些短球 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对于我作为二船来讲 可能我喜欢打一些对方没有的战术 对于我们一些进攻打法来讲 对方的适应能力会得差一些 好 我们现在看到在场馆的那边啊 我们请这个摄像也帮我们把镜头摇过去 我们看到像朗岛 赖岛 安岛 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已经先行入场了 那么应该说马上啊 中国女排的队员们呢 也将进入到场地 然后来进行热身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还是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的形势啊 其实呢在因为今天下午 美国队和意大利队的比赛 美国队又是输给了意大利队 所以呢今天无论中国队的输赢 我们都将以这个组的第二名出现 只不过是这场比赛的输赢呢 会直接决定是俄罗斯队进入到六强 还是美国队进到六强 不过总的来说呢 因为在过去很多比赛当中啊 我相信你也经历过 就是我们有好多次都把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这种我们自己能够主导自己命运的感觉 是不是也还是挺爽的 而且觉得心里很踏实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有好的表现啊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从各个角度 从控制自己状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也绝对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比赛 所以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我们还是待会儿在直播解释当中 再见 再见 感谢两位啊 其实能够感觉到今天的这个连线和昨天的连线 会有一些气氛上的不一样 对对对 今天比较轻松一点 轻松多了 昨天所有的这个状态都是掉到 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的这样的状态当中 跟女排一起加油 那昨天这个比赛 其实所有的这种轻松都来自于昨天那场比赛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昨天赛后狼导和队员们说了什么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我们也希望球员能够全神断球的 把我们布置的方案做到位 所以我觉得今天球员没有太关注比分 他们精力很集中 这个跟抢手的比赛啊 还是要勇于挑战对手 我们把意大利就做得不够坚定 所以我觉得还在这次比赛当中 选手也是通过比赛来学习和提高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就是全力以赴去做好每一个球吧 大家不要太过多的在意 自己的失误啊 或者是对方领先啊 就是一直保持专注去争取每一个球 我们都 所有的教练都很辛苦 都专注于自己的球员 自己有自己球队的打法 我觉得 主要还是考虑吧 根据自己的球员的能力来组合 自己的打法 所以 中国和美国队不可比 美国队有它自己的优势 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更 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打法 应该说这两天我全身贯注 都准备这一场球 所以现在是什么形势还不知道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我们有这个像你今天看到这些快攻点 但是在前一阶段比赛 我们运用的还不是太好 另外有用 但是配合的节奏略微差了一点 那随着比赛的进程 我觉得选手传扣之间 在比赛当中形成了更多的默契 我觉得今天发挥得很好 我和我们队友觉得 在各个地理环境做得比较到位吧 谢谢 我觉得今天我们后排防守 给了我们前排很大的支持 确实没有想到吧 还是赛前想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发挥 我觉得这方面更多一些 我觉得还是今天 首先一传防守做得比较好 还有篮网 这三个环节 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球 对对手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可以说今天 确实大家拼的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然后在这么好的局面下 可能我分配球也会轻松一些吧 我觉得还是 二位的球确实是 不管哪个队对我们四号位 就是对竹亭这一点的篮防 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然后确实也是在一切不到位的球 还是想利用火翔宇来打开局面 也确实他这几天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那我们明天要对这种东西 对是我们现在已经提下了 是吗 应该是 刚才朗导分 我觉得应该是 真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小组第二名 不 还是第二 对 还不是第三 美国下去了 美国下去了 对对对 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 可能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就 那也不能放松 放松吧 还是要力争打出最好的水平吧 我觉得 其实一开始还是挺紧张 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 比较强的对手吧 然后在比赛当中 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这个过程 慢慢慢慢就把这紧张情绪给消化了 就是打得越来越放得开了吧 然后打得越来越有轻轻了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强队 还是需要自己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吧 今天在对他们的篮房上 比较成功 比赛是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的去对待 不管现在我们是处于什么位置 每一个对手都是值得我们去 一分一分去拼吧 和我们想的稍稍有一些不一样的是 没有大胜之后的那种狂喜 可能还是因为 这只是小组赛的一场胜利 那在这种漫长的比赛当中 一般因为上届时景赛你也打了 这种漫长的比赛当中 你们是如何分配体力调节状态 尤其是在这种胜负之后 怎么样调节心态 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就是自我约束很重要 就是因为每一天 其实赛程安排也很紧 然后也没有过多时间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抓紧休息 最重要就是要休息好 然后在饮食方面 我觉得日本跟咱们也比较相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 吃得惯 对 吃得比较习惯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那平时的话 狼岛会是那种很严厉的人吗 包括在比赛之后 他会做什么样的心理按摩吗 我觉得会针对于个别人吧 就是不会说全部人都一起上运输 就一个一个那样说 不会 就是针对于个别人 如果今天发挥不太好的话 他也会给你做一些心理的疏导 这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其实看到 狼岛的表情还是挺严肃的 没有我们想象说战胜了美国队 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是很重要的一场胜利 是打得最好的一场 狼岛就好像就已经放松了 但是我能感觉到其实已经完成了 我们赛前制定的前六的目标 那接下来 一般来说到这样的阶段 狼岛会跟你们说一些什么 他会怎么样制定下一度的安排 我觉得就是昨天战胜美国队之后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场 绝对不会放松的 因为每一场对中国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很多其实球员也提到了 所以永远不要放松 当然呢 与此同时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 丁霞的表情包也出现了 大家可能喜欢丁霞的网友们 包括中国女排的 喜爱的网友们 可以去下载这个表情包了 我觉得 好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小的短片 来看一下在出征之前 张长宁是怎么样预期 这一次女排式竞赛的 14年的时候 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当时队伍是在备赞试挺赛 然后我后面是跟霞姐还有妮姐 然后一起去的押运会的那个组 然后参见了押运会 然后因为押运会和试挺赛 时间是冲突的嘛 所以也就是错过了试挺赛 印象比较记忆深刻的 应该也就是那一年的试挺赛了 因为基本上是和我们 同步进行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们也是有在 关注试挺赛的比赛 最后队伍也是非常的可惜 拿了第二名 当时也是1比3输给了美国队 我觉得那场球 应该也是印象比较深刻吧 当时也是觉得队伍非常的可惜 是一个有冲冠希望的当时 包括后来15年再进国家队之后 那场球也是经常会被郎导提起 因为确实也是 就是当时 因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了 那是李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 然后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与世界场队之间的差距 这一年也是伤病比较多吧 然后至今为止 也是一项国际比赛都没有参加 也可以说是很久没有真正的 在场上打比赛了 其实内心是比较忐忑的 就哪怕不是市井赛这样的大赛 哪怕现在可能只是个小比赛 我可能上场都会 多少会有点紧张吧 因为现在也不敢确定 自己的状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想能有机会去市井赛的话 我可能也是 就是发挥自己所长吧 为队伍尽一份力这样 就其实年初是选择了开刀 然后其实这病吧 也是大概一年 一六年就知道了 但也是一直拖到了 一八年才去做这个手术 也是因为影响到我这场生活了 包括在联赛当中 也有发病 然后让我就是感觉到了 这会影响到我的状态 影响到我的比赛 所以想赶在我最期待的比赛之前 想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然后从而能让我更加专心地 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 也是术后恢复了两个月吧 然后开始了经常的带球运动 应该是术后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回到了国家队 然后当时也是一点一点地 找回着自己的状态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在自己真的感觉状态 回来一点的时候 然后在训练中不甚至受伤了 也可能是因为 自己太心急了吧 我觉得 其实一开始 是完全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 是完全不带运动的 那种静养两个月 回来之后 第一天电球 电完球 整个胳膊就全清了 就感觉碰球特别疼 当时觉得电球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电球是疼的 但其实这些都比较好刻薄 然后当时是体能数 最大的一个障碍 因为太久没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当时的体能 连正常人都不如 在场上可能 打了一局对抗下来 我就心跳 就是随便随便 就能过一百五一百六 按照运动员来说 这其实已经很快了 对 然后慢慢慢慢恢复了之后 克服了之后 受完伤 其实受伤了之后 自己也是 有回江苏也是一直在训练 但这个训练的话 体能这方面问题不大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伤病的影响 可能就是对我的移动这方面 然后我自己现在 也是在克服当中吧 当时没觉得自己伤很重 因为当时动作 确实只是小小地 晃了一下膝盖 然后当时坐地上之后 他们不过来服务我 我觉得当时并没有那么疼 说实在的没有那么疼 包括下来康复室 然后对医给我检查 也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 因为对我所有的角度都能动 我后面甚至说就是 我受伤完了之后 他们导演对抗之后还发球 我还跟着发球了 我还是跳瓢 我也跳了 然后我们下午去休息 开会 开录像 开完录像我一直坐着 突然发现我站不起来了 就腿没有办法伸直了 然后第二天才去拍的片子 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 然后就从那天之后 就一直打着固定 腿是就是不太能动这样 我觉得压力倒不是外界给的 是我自己给的 就我还是比较想 赶紧恢复状态 就包括现在 跟队友一起打对抗 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 确实是有差距 我觉得教练组什么 其实都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压力主要还是来源于我自己 因为我可能太要强 我就是想赶紧跟上队伍这样 我想事情倒都没有想那么久吧 对 以后什么样谁知道呢 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 今年会是这样 对 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天吧 然后也是希望就是 这周期能够先打 打好了 然后打到就是让自己 给出自己满意的答卷吧 然后再去想后面的事情 今天我们将迎战 欧洲竞旅俄罗斯女排 关注我们的比赛 就在腾讯体育 可能很多网友跟我们一样 只有听到这样一段采访 才知道这一年张肠宁经历了什么 确实很不容易 所以体育有时候并不是 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只有胜负而已 他还有那样一个又一个 美丽的运动员 其实现在的前方 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 小K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吧 今天几比几 我觉得应该能3比0 3比1吧 好 借你吉言 让我们把目光飞向大阪 看一看哪里发生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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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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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看中国队今天的首发的阵容 依然是从昨天战胜美国队的首发阵容一样 中国队还是选择了以最强的一个姿态 来面对这场比赛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一号袁锡月 二号朱婷 然后经营是龚香宇 主攻张长宁 主二船丁霞 副攻手严密 自由人依然是昨天发挥非常良好的王孟杰 主教练 主教练 狼平 来看一下俄罗斯队的轮次 俄罗斯队 6号是副攻手扎亚兹科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队员了 13号是他的主二船 斯塔特赛瓦 14号是和扎亚兹科打对角的副攻手费地索瓦 另外16号是主攻手沃隆科瓦 18号是和沃隆科瓦打对角的另外一个主攻手帕鲁贝茨 另外接应是21号 这是科蒂科瓦 俄罗斯队今天是从第六位 开始打起就是把二船手放在了六号位 而中国队呢是应该是从 也是从六号位打起 那么低侠呢也是站在六号位 所以两个队伍的轮次呢基本上是完全对上了 中国队首先发球 上来第一个球四号位进攻得分 好球就小雨啊大斜线 调整球慢跳啊这个 其实俄罗斯的副攻啊 他在打快球的时候还是以2.5的那种快球为主 就是会比正常的我们的快球的球要高一些要慢一些 就是我们的副攻完全可以判断跳 好一船 二号位的拉开 好 来小雨 探头球 十八号 上来的 哪一船 好球 对方篮网出界 阿鲁斯队现在前排两点攻 他16号主攻手沃龙科娃要下撤接一船 其实看他的站位还是两个半人 对 他就出界了 因为在上一个周期 我们知道俄罗斯队采用的是这种两人接一船的体系 但两人接一船对现在这个发球的水准来讲还是太悬了 对对一船要求太高 你看我们中国队有时候为了应付对方的这种高速球 都要采用四人接一船都盲目过来 两人的负责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现在在发球找人方面已经是非常精准了 包括一些前驱球大脚球 两个人接全场还是有点吃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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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罗斯队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八八 好发球 二号位 好球 其实现在这种俄罗斯队啊虽然他的他比起就是加莫瓦他们那个时代他的后排防守的能力其实是有略微的提升是但是也仅仅是略微的提升啊所以打他们很多球我们平打打的后驱他们都还是挺难受的 嗯对 好球 对方的二十一号就是在今天替换昨天的比刘科娃上场的这个接应 嗯因为他你刚才介绍过了因为钢查洛瓦受伤嗯所以他被迫只能是把几个呃他之前是用这个替捕的主攻啊嗯呃比刘科娃来打接应那今天呢是用他的这个替捕的接应科蒂科娃在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八五嗯 好球 你不是把去迫不继续一下吗 嗯 我心然后你还是要 只要我 你又不是 是的 我没有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你一个名字 你不是吧 你们都不实断 不实断 我会见 你 我 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基拉里下午输给了意大利 所以这场球他只能寄希望中国队战胜俄罗斯队 美国队才有机会进入到六强 所以他也没舍得走在现场观看着 好发球 漂亮的防守 好球 朱婷在要球 好球 漂亮 给快球了 我估计基拉里一看中国这个首发阵容 他的心里放了一大半 也看到他露出了笑容 对 发球的是16号 沃龙科娃 漂亮 对 还让对手穿中 其实看出丁侠给严谨的那个球非常的大胆 其实一穿已经到快到了四米线上 穿的还是非常果断的 哎呦 这个球看一下是不是出界了 这球判断得很准确 哦 好防守啊 没有行程反击 来往慢跳 又是一个防守 快上网了 哎呀漂亮 这次有反击了 看龚湘雨 好漂亮 我觉得我们中国队是这样的啊 就是每到关键比赛开始 因为奇迹般的防守就像换了一支队伍 嗯 我们奥运会同样也是啊 再进入到最后淘汰赛阶段 中国队的这个防守就开始进入到如有神助的状态 哦 18号泰鲁贝斯主要还是打平拉开 是 他打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哎呦 这个球没配好 好球啊 有张长宁的自接自扣 其实在自己接完一船在上来扣球的时候 那个节奏还有中心的转换还是非常快的 前驱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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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 我和他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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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发得真好 速度之快 而且发在了后期球 他也不敢不接 这个球如果发在后期 如果旁边的人想补位 提前卡过来才可以 不然会越追越远 换人了 把昨天打精英的比刘科娃又换上来 然后再把替补的二传也换上来 两点换三点 是 替补二传是罗曼诺瓦 好发球 好 来一个大凳着 机会球要注意处理 再来一个 有效 哎呦 第四次进攻让对方扣重了 在一些反击来回比较乱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这种反击 在俄罗斯都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其实他的防守几乎都在前面 没有人撤下 反而后续会是一些空档 边上的能够一直在这种反对方扣重了 比较击重了 比较击重了 飘啊 是 哦 跑得很快 没有形成一攻 这个球还是救回来了 让对方连续的追分 还是利用发球找张昌宁啊 中国队叫了暂停 这是刚刚替换上场的比刘柯网 身高1米93 这边18号 这边16号 那边19号 别忘了特点 收短它有点直线 大家清楚 中国队没有去对一传的阵型做调整啊 还是这三个人接 嗯 调整好 还是只能给张昌宁扣 漂亮 好球 这次打一个长线啊 其实我们的攻守还是要头脑清醒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打俄罗斯队这样的队伍 往后续打是效果比较好的 看狼岛一直 在讲每一个对方队员的一些特点啊 和注意事项 就想起来那阵 我们每天在针对性训练的时候 每堂课之前 朗导都会问 今天那个 比如说俄罗斯第三轮前排是谁谁 特点是什么什么什么 主要线路是什么 对 大家都会已经倒背如流 对每一个队伍的一些了解啊 非常的清楚 好发展 找到前排的主攻 他果然扣腰线啊 刚才朗导说的 三个人拦网 这个是 拦网高度还是很高的 他这一轮前排的拦网的高度 两个一米九三啊 一个一米九三 一个一米九零 出界了 缓断 发球 好球 给朱婷反击 打后去 漂亮 你看朱婷马上又自我调整 跳起来一个轻打 拐直线 就是在这种观察的时候 我觉得朱的硬变还是非常快的 再把他的主二转和主机硬换上 其实我还挺希望看到朱多一些 变化一些线路 没有百分之百发力的一些球啊 我觉得这样对他 可能一节省一些体力 一个漂亮的篮网 你看我们就是抓重点人啊 嗯 眼尼是把他的这个腰线封得很死 还给他 好球 又被拦了 三个人拦了 你帕鲁贝茨的后三进攻的点不是特别高 你看他的过往点并不高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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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了中国队触网 其实这个球 理论上应该是球把网子带动了之后 判了中国队触网 判了中国队触网 但是要尊重裁判的判网 调球 在打后二 这个球没有过往 那一次挑战对局面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发球没有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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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还是跳得有点早啊 而且他的整个在调整球的情况下 球还是比较开的 有点仰着扣 俄罗斯队拼发球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是 进入到关键分 郎导在下面叫队员要注意拼防守 看拦网 长线 那今天他这个小主公帕鲁贝斯打得很开啊 他准是抢速度 好一传 好球顺势一调 一传电飞了 一传电飞了 在队员 整个队要挑战了 确实是阶内球 看来朗岛的表情还是对这个阶段队员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你觉得是哪些方面 我觉得在整个篮篮网的方面 包括一些篮网上还没有完全的制约住对手 对手在一些特别是18号主攻和一个副攻的进攻上 打得太嗨了 其实我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主要是现在没有制约住这个帕罗贝斯 对 中国队拿到第一局局点 我觉得俄罗斯队第一局主要是输在了自私上 其实俄罗斯队的一攻打得也还是不错的 他的进攻打得还是成功率很高的 是 但是像这样的自私就很难让他躋身强队了 俄罗斯队自私已经送了中国队7分 俄罗斯队的主教练潘科夫 相信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熟悉的 他是卡尔波利的学生 他其实之前曾经担任过一次俄罗斯队的主教练 在2008年短暂的担任过 但是后来被库茨尤特金所代替 但是他这一次再次担任主教练呢 又是替代了库茨尤特金 大家对他比较熟悉呢 还是因为他的女儿啊 潘科娃之前是俄罗斯队的主二船 但是他在当主教练之后就没有用自己的女儿 好球 反击机会 张昌宁 还有 班晓宇 再给张昌宁 这个反击球啊 应该张昌宁还没有完全特别充分撤下的时候 其实小宇后面可以再叫一下丁霞 我觉得应该可以瞬间的转移一下 调整好 这球又吹了 丁霞触网 中队只能叫暂停了 这感觉好像在经历过昨天那样一场非常良好的表现之后 今天丁霞的状态有点起伏 让刀也是在说二船 就像刚才这个球就是宝宝防守之后呢 其实根本还没有完全起身 这个球因为我们有后二又有后三 两个点 所以郎导说你把后攻给忘了 打后三 好球 这关键球还是关键人啊 这样二十五比二十二 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就还是需要适当的时候朗导的提点 那么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14年 14年的时候 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当时队伍是在被针试挺赛 然后我后面是跟霞姐还有妮姐 然后一起去的押运会的那个组 然后参见了押运会 因为亚运会和市井赛时间是冲突的嘛 所以也就是错过了市井赛 印象比较 记忆深刻的应该也就是那一年的市井赛了 因为基本上是和我们同步进行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们也是有在关注市井赛的比赛 最后队伍也是非常的可惜 拿了第二名 当时也是 一比三输给了美国队 我觉得那场球 应该也是印象比较深刻吧 当时也是 觉得队伍非常的可惜 是一个有冲冠希望的 当时的 包括后来15年再进国家队之后 那场球也是经常会被郎道提起 因为确实也是 就是当时 因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了 那是比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 然后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与世界场队之间的差距 我们这一年也是伤病比较多吧 然后至今为止也是一项国际比赛都没有参加 也可以说是很久没有真正的在场上打比赛了 其实内心是比较忐忑的 就哪怕不是市井赛这样的大赛 哪怕现在可能只是个小比赛 我可能双场都会多少会有点紧张吧 因为现在也不敢确定自己的状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想能有机会去市井赛的话 我可能也是就是发挥自己所长吧 为队伍尽一份力这样 就其实年初是选择了开刀 然后其实这病吧 也是大概一年 一六年就知道了 但也是一直拖到了一八年才去做这个手术 也是因为影响到我这场生活了 包括在联赛当中也有发病 然后让我就是感觉到了 这会影响到我的状态 影响到我的比赛 所以想赶在我最期待的比赛之前 想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然后从而能让我更加专心地 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 也是术后恢复了两个月吧 然后开始了健常的带球运动 应该是术后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回到了国家队 然后当时也是一点一点地 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好的各位观众 我们再接着回来看中俄大战的第二局 第一局我们中国队虽然是赢了对手 但是在有一些环节上面 其实我们还有待提高 小月你给分析一下哪些环节 第一局其实我们的进攻 跟俄罗斯队应该是差不多 那么但是我们在整个篮网上 其实对于他的有一些重点 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制约住对手 特别是他们的一个主攻18号 在他整个进攻上打的 还是线路比较开的 那么也是在开局 他们的二船给了几个副攻的球快攻 其实他也有对于我们的整个篮网体系 造成了一定的牵扯的作用 其实到局末比较关键分的时候 还是主要靠他们的强攻在打 那么我们在第一局 是不是发球也反倒 没有在昨天对美国队做得那么好 是 但是还是看出队员 还是非常的拼发球 美国 俄罗斯队也是一直在想拼 而且他老想发这个四号位的主攻 对 但是他老发不过网 这个球就老在标这根这个地方 被网吸住 调整球 哇 打在了脸上 这球打的还是很重啊 但是丁霞起来之后向狼岛摆了摆手 说我还能坚持得住 俄罗斯队队还是非常有礼的 一直站在往前表示关注 在昨天那场球 俄罗斯的二船也是被意大利的 打中了脖子 对 这个球被对方拦住了 其实这个球二后位拉开很快啊 一个像那个背平一样 但是可以看出他的主攻篮网人就是在外面 对 我们可以稍微动一动啊 往里面抠一抠啊 对 嗯 还有 好球 后三 可惜了 这个球垫飞了 因为像这种球啊 二传也好 接应二传也好 在这个一号位的这种防守 像这种球向外侧电飞了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是整个自己的身体的方向 应该在转向场内一些 整个动作是要包住球的 其实防守在对于中球的情况下 一定要用上身体的一些力量 才能把球控制得住 这球张长宁处理得非常聪明 扎雅兹克 漂亮 二号位的备飞 俄罗斯队和美国队一样啊 今天也是全场都在找张长宁 其实我相信 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愿意发球找朱婷的 但是我们从第八场开始 朱婷不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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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被对方一个桥打打穿了 对方的这个二号的防守 手拿得很快 还是他的18号 帕鲁贝茨 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这球球速很快 向罗斯队领先四分 设计特别准备 防守 防守 一直在阻挡 这镜头是一场比赛 这一眼再再二三的给到吉拉里 导播是镜头里有故事的导播 这次镜头里的样子就没有笑容了 一转到位 四号位拉开 好球 因为作为上一届的冠军啊 美国队这次是带着未免的这样的希望来的 但是如果连六强都没进的话 恐怕吉拉里是很难回去交代 一起来的 进去 过了 菇龙科哇 这个球稍微短了一点啊 我们的选位还是要根据篮网球 小宇 漂亮 打了一个小斜线 看这个球 还有 还有 漂亮 篮网 对方还是二号位 四号位 还是这个破坏性的篮网偏多了一点 是 那么你觉得这个沃龙科网 我们出现这么多的破坏性篮网 是不是跟我们目前选位还是有关系 跟有的一些选位有关系 再有就是他会 目前会打一些斜线 斜线的话我们复工在 盯防他们的一些复工情况下再走 可能手型过去没有摆得那么好 稍微有一点开 好 我们中国队换人了 换上了李莹莹 换下了张昌宁 还是要先把这个遗传接好 上来就丢了一个遗传 现在对于李莹莹的考验还是很大的 因为他第一次打这种三大赛 那么在前面替补上场 也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 尤其是他这种年轻队员上来 必定是成为人家发球主要攻击的对象 对 所以他能不能撑起来 这要看他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调整 现在也是看猪再接遗传 好球 漂亮 那么以前李莹莹第一次进入国家队的时候 其实郎导就跟他说过 就是一定要注意锻炼自己的遗传和怀进攻 因为朱婷是我们最优秀的主攻 是我们不能让朱婷来养他 但是因为毕竟他才是第一年 所以就后排的技术是需要很长时间来磨练的 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 对 有严肃的蓝王 对方一串没有接好 哎哟 又是沃龙科娃 对方现在是多点开花啊 每个进攻攻守都能下球 是 就是给了对手一个反击的机会 现在这段时间俄罗斯在整个发球拼的还是非常凶的 让中国队叫暂停了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们从狼岛的言辞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对于这场比赛 就是对于中国队的禁忌没有影响的比赛 他对胜利是非常看重的 对 对于队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 要每球必中 好球小宇 机会球 漂亮 对方也是非常顽强 俄罗斯队防守真拼 自己失误了 这个球传得给他太靠外了 俄罗斯队今天也知道这是他的生死战 他一定是要拼尽全力去拼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好几轮的防守拼出了意大利的水平 俄罗斯队只有在他超水平发挥的时候他的防守质量才能够达到这样的 又是让他打穿了 这个蓝王手还是稍微离网远了一点 换人了 换人了 换上了姚迪和曾春磊 这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 正好也是回到我们的第四轮所以我们用第一轮来换 好球 林莹的进攻 好发球 狼王 好球 这个球没有传好 好球 曾春磊我们都有印象在15年世界杯 我们雪战鸣鼓屋的时候最关键的一场对俄罗斯队就是曾春磊的一个非常神勇的发挥 所以一打俄罗斯队增结来劲 这球 其实传的略有些道啊 嗯 好发球 好球摊头 漂亮 李莹虽然丢了一个一传 但是我们看到他前排一个进攻 后排这两次发球 还是帮中国队赚了不少分 是 看到俄罗斯这个一攻啊 也是有意图要打一个夹三球啊 他们在战术跑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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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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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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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